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准备好你剑步如飞的双腿 跟着我尝遍所有美食 碗片所有国家 民国111年8月14号星期天 欢迎大家来到酒吧新闻台FM98.1的超级玩乐大帝国节目 我是主持人姚顺 我们今天第一个小时 第一个小时聊的也是一个国民旅游 非常热门的去处 是哪里呢 是这个太平山翠峰湖的环山步道 大家可能不知道太平山翠峰湖非常有名 我30几年前开始跑旅游这条新闻 这条线的时候 那个时候太平山翠峰湖就已经非常 就是一个热门景点 而且那个时候的国旅游 很多的这种导览旅游书 里面绝对会有去太平山的 那大家可能不知道这个太平山翠峰湖的环山步道在今年的7月18号 这一天这个得到得到一个一个特别的奖 是全球第一条的宁静步道 Quiet Trail 这个宁静步道到底是什么意思 然后这个有什么特别的意涵 还有太平山翠峰湖 整个沿线有什么样美丽的资源 值得我们细细的品味慢慢的探索 我们今天就跟这个林务局罗东林区管理处 娱乐科的这个济世 陈冠伟济世 连线由他来跟我们来介绍太平山翠峰湖的环山步道 全球第一条的宁静步道 冠伟在线上 冠伟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来 我是冠伟 来 这个因为这个是属于林务局的 其实全台湾 全台湾有非常多的这个林务局管理的这些 很漂亮的这些所谓的风景区 对不对 太平山翠峰湖在哪里 然后到底整个太平山上应该有非常多不同的步道 长长短短的 对不对 来介绍一下 是 太平山它其实里面有八条步道 那我们现在熟悉的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 它其实是它要从宜兰县的大同乡 进去 可是它整个 其实太平山它整个面积有一万多公顷 然后横跨了那个大同乡跟南澳乡 那其实翠峰湖呢 它比较 比较像是位在南澳乡那边 那因为它其实离很远 就是我们一般来讲的话 就是从光从宜兰这边 宜兰市或是罗东镇这边 要出发到太平山都还要将近一个半小时的车程 哇有点远 有点路 然后再从太平山到翠峰湖 也还要再进40分钟的车程 哇 所以它一万多公顷 我们其实从路口处 就从路口处进去 大概我们管辖的范围 大概就还有40公里的山路 那所以翠峰湖 其实现在是在太平山里面 其实是最最最最里面的地方 所以那可是刚刚姚大哥 其实有分享说 早期其实有到翠峰湖去做践行的这个部分 那因为早期它其实在伐木的时期的尾声 它其实是那时候的木头 可以从宜兰的韩西这边出去 所以早期呢 可以就是旅行社 他们在推那种践行活动的时候 我知道的部分是 他们早上会在罗东 这边就坐车从韩西进去 很快的就进翠峰湖 那会在那边 在湖边 那里最近是不是 从你刚刚说 从罗东那里出发最近 对 可是因为现在它 因为后来那一条路呢 其实就是有很多崩塌的部分 我们其实就都封闭起来了 所以现在统一的路口处 其实就只有从大同这边进去的路口 是不是这个地方 对 这个是我们翠峰湖步道的一个东路口 那翠峰湖它 它我们讲它叫一个环山步道 是 它其实是它 对 它其实是有一点环谷 有一点环山 那它整个步道呢 的路径 其实有一点点像一个U字形 哦 有一个开口的U字形 那所以我们才会说 它会有一个东路口跟西路口 那中间它中间还会透过一个 吹风景观道路的一个衔接 那你那个U字形加上你刚刚那样一衔接起来 啊不就五公里 四公里全长四公里加一公里的 对不对 对 所以来一趟呢 其实慢慢走的话 大概就要花三个小时的时间来走 嗯 这个海拔多海拔多高 大概一千八百多 一千八百多还好 马上就像像今年特别的炎热 在在几个城市特别的炎热 然后如果来到这个太平山的话 哇哦 这里应该是很舒服 那个温度对不对 对 瞬间就降十到十二度 一千八海拔一千八 不是一百米 零点六度 大概降六度啊 对不对 六度还是零点六度 这样大概降零点六度 零点一百公尺零点六吗 对不对 对 那就这样沉上去 你说温度下降十几度 会冷吗 应该是说夏天去啊 你如果说 你就是会觉得凉凉的 好像很舒服这样子 对啊我们都 我们都笑说我们是中央空调 是哦 中央山脉的空调 全年无休 那为什么 为什么他沉迷那么早啊 这 我跟你讲 你刚刚说旅行社 其实不是哦 30年前 带大家出去玩的 不是像现在国旅旅行社这么发达 那个时候好多社团 有没有 有那种践行社团 登山社团 把这个地方当成一个礁山 对不对 礁区的礁 礁山 然后带大家去 对不对 而且那个行程 有时候三天的 有时候四天的 就会经过这一段 然后大家下来走 他为什么会那么沉迷 为什么沉迷那么早 应该是说 太平山它其实早期是就是我们讲一般讲台湾有三大林场 那一它开发的顺序其实就是阿里山 阿里山 巴仙山跟太平山 那我们大家其实现在也知道说阿里山森林游乐区它现在其实是国家的国际景区 国际景区没错 那其实它过去其实都是一个伐木林业生产的基地 所以它其实在支撑 早期在支撑就是国家的经济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来源 所以变成是说大家其实就对这些地方其实都有可能有点点认识 但是后来随着伐木停止 那开始有国旅 然后这种践行开始出来 大家就会想说 那就想去一探究竟 那翠峰湖又是台湾最大的高山湖国 台湾最大的高山湖在翠峰湖 就是翠峰湖 是 太棒了 它整个湖域的面积在满水位的时候 可以到将近25公顷 哇 很大 它十分的大这样子 对 这个图真是漂亮 有没有 对 这个是早晨之后晨熙的景致这样子 难怪那么多人要去看 要去感受 没错 那其实它早期它也是一条 就是它过去它其实也是一个伐木基地 那当然是说 所以它你来走这个翠峰湖环山步道 你可以有看到一些过去伐木历史的一些痕迹 是哦 沿线 对沿线可能会像会 例如说我们会讲说有一个油库口 那它是仅存的一个设施 比如说房屋的 因为它是早期伐木的时候 他们会有一些机具需要用到柴油 那柴油的存放 柴油存放会用水泥建筑 那由山下往山上运放在储存槽里 对那一般一般那个伐木工它的宿舍啊 然后是它一些工僚都是木造的 所以其实它就都毁 它就是都那些设施物都毁损了 年纪大了就毁损了 只有水泥的流着啊 然后现场可能还可以看到一些过去伐木的一个集材柱啊 然后或是一些像我们现在太平山很有名的蹦蹦车 它其实就是过去的集材的一个运材的一个轨道 那早期太平山呢 整个大太平山里面大概有100多公里的 100多公里 真的 运材的路有长100公里 100多公里 在山上那你还不含出了山下了山以后继续 继续往这个河岗 博东的停地升级铁路 对没错 像我们蹦蹦车来讲的话 就是讲说它叫做茂新县 就是以前往茂新这个地区去伐木的 那它本来全场有20多公里 5个车站 那我们只复原了3公里 然后做一个体验 那像最近很有名的还有一个建勤淮谷步道 它其实也是过去的一个建勤线 那所以你走在那个步道的旁边 它其实你就可以看到铁轨 所以其实我们 我们其实我们领馆处在修 就是在整件游泳区里面的这些步道 它可能都是过去的一些 伐木的一些轨道 一些路径 或是早期的一些本来既有的列径等等 那我们其实是在这些既有的基础下面 再去做一个整理 那随着我们 因为领务局其实是 那个台湾最大的 最高的保育机关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的目标其实都是以保育为主 那经过这些年的努力 那其实就是整个生态 目前来讲都维持的很好 那所以这个步道呢 其实就是蔡平山里面的步道 其实也都很受大家的欢迎 这样子 因为它的这个资源很丰富 对 然后应该我觉得应该是最重要是 应该是很漂亮 因为你看 我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图 真的很漂亮嘛 就是看了就 就觉得 这个应该要去看一看 应该要 对不对 真的 欢迎姚大哥来 其实像刚刚姚大哥 姚大哥在放的那一张照片 我们在推 就是台湾最美的湖景日出 台湾最 比阿里山 阿里山看不到 阿里山他有云海日出 那我们也有 但是我们有别于 阿里山 别的地方 我们有一个台湾最大的一个湖景日出 哦湖景 哦 对 太平山 太平山可以看海景日出 可以看湖景日出 哦 还有海景日出哦 海景日出哦 这么厉害 三种 可以看到三种不同的日出的这个 美丽的画面 嗯 其实今天本来应该要讲 吹风五环山步道 对 我们还是稍微介绍一下 等一下 没关系 我们进一段广告 待会回来 因为我们有三段 可以慢慢讲 让大家 对这个 太平山 吹风湖 还有 环山步道 他到底为什么可以得到 全世界第一条宁静步道的美名 待会回来 嗯 来继续回到超级玩乐大帝国的节目现场 那今天跟我们连线的是 林务局 罗东邻区管理处的 娱乐科的这个济世 陈冠伟 那我们聊的是全世界第一条的宁静步道 宁静就是安静 Quilt 然后步道就是Trell Quilt Trail 那他得到了这个全世界第一条的这个宁静步道的认证 那真的是很厉害 所以我们就跟这个冠伟在第一个阶段就跟我们先讲了这个大概的位置 就是他在 他在这个你看大家看一看 这是就是翠风湖的这个漂亮的漂亮的美景 那刚刚休息的时候冠伟就跟我们讲 原来这个很久很久以前他们的玩乐方式 冠伟你跟大家讲一下勾起大家回忆好了 以前的那个走法 最早期其实就是一个就是践行活动一个青山的一个活动 那所以变成是说大家可能从宁静地区坐车到翠风湖畔 直接就到湖畔了 过一夜 直接就到坐车就可以 到湖畔露营 然后接着可能就是践行 我有听过就是说 因为从翠风湖到太平山庄大概还要17公里的路 那有的就会直接践行到太平山 那也有的在坐车到太平山之后 再从太平山走下山 到救资者前面去泡汤 还有泡汤 OK 对 我们其实太平山我们也在主打 那个台湾最好的温泉 有一个救资者温泉 所以其实来太平山的游程其实是很多元的 那回到就是说我们为什么在推这个宁静步道 那他其实是就是他其实他真的很远离这个就是都会区 就是他真的要开两三个小时的车程进到这个区域 那因为他是很多人其实是慕名而来 就是他是台湾最大的高山湖 可是因为一趟路这么远过来 其实没有什么时间可以走完全程 所以变成是说我们在一开始的设定上面来讲的话 他其实是有一点点分众的概念 就是说那个姚大哥有看到一张图 他在那个步道上面我们有画红色的线 我看一下 垮捷红色的线 没有 有一张步道的那个示意图 我看到这张 对不对 如果说那个示意图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就是说 他那个示意图的部分呢 他的起点其实就是一个观景台 哦那很棒 如果说以东路口来讲的话 我只要步行300公尺 走一个很轻松的一个木栈道 我就可以一览那个吹风湖的湖景 那很多游客他其实来 我就是待在这边看一看湖景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就必须离开了 哦时间不够 所以是说少数的民众他才会有留时间往后继续走 是所以我们打后面的那一段当成是几近三境的一个开头 哦 然后走到中间区域去可以享受最宁静的部分 那其实吹风湖 是不是那个环山 这是东路口的景象 对这就是东路口了嘛 对不对 是 嗯 然后这里有木栈道 嗯 对命中这样走木栈道进去 只要走个300公尺 嗯 甚至推推娃娃车推轮椅都可以 这么轻松啊 所以他他他不太不太废体力是不是 对不太废体力 OK 就变成是很大众的 嗯 那就变成是说 诶我来我可以看我可以来看那个台湾最大的湖景 是 那可是因为时间的关系 那我可能待个十分钟二十分钟 嗯 我可能就要离开了 是 所以我都没有办法去走完这条步道的全部 全程 嗯 对啊 所以就变成是说 那步道的中间中段 它其实就是相较比较宁静的 哦 一个区域 嗯 那 那其实我们在推宁静这件事情啊 嗯 其实不是没有声音 哦 对嘛 应该有声音 而是一个万物本来自然的一个声音 哦 其实 我们现在其实有点在讲说 其实我们在推一个新形态的一个环境运动 是 那像早期啊 例如说像我们从一开始讲的 我们一开始去青山嘛 是 我们开始接触自然 是 那后来知道我们知道说 其实旅游对环境的压力也很大 对 所以领务局在十几年前 我们就在推一个所谓的LNT 无痕山林运动 无痕山林 嗯 就是简单讲就是类似就是说 我今天 呃来到了森林里面 是 我什么东西都不会留下 对不应该留下 嗯 对 就是有点就是说 除了足迹 我什么都不留下 嗯 那除了我摄影之外 嗯 我什么都不取 对 就是等于是一个无痕 就是我走过去 我离开了 其实就只有我的足迹留下来 保护原来的生态样貌 嗯 对 但是它其实是一个 环境友善的一个运动嘛 嗯 就是说 垃圾不落地啊 或是怎么样 它其实是一个保护 那这个是我们 就是之前在推的 嗯 的这种保护环境的运动 嗯 永续啊 这也是永续的一部分 对不对 没错 嗯 那可是现在其实都会越来越 都会化越来越快速 嗯 其实大家都越来越紧张 嗯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 其实在推上下一个阶段 就是林务局这边 我们其实在推森林疗愈 哦 嗯 就是希望说 你走到大自然里面 那你可以放松你的心情 是 享受这个自然的环境 是 所以 所以其实像 嗯 像这个 就是 推展这个 宁静步道啊 其实也要 有有赖于就是那个 范清慧小姐 嗯 就是教育广播电台 那个 那个自然笔记的这个主持人 是 他其实他 他跟我分享过一句话 嗯 他就说 我们今天来到森林里面啊 他说 如果我们够安静 嗯 我们可能可以听得见 嗯 那如果我们在安静的话 我们可能可以看得见 哦 好有助理哦 如果我们在安静的话 那我们可能可以看到的是自己 就是一个内省 对不对 嗯 对 嗯 那其实我觉得非常的 就是 怎么讲 就是他那时候这样讲 有被冲击到 嗯 对 因为其实真的是这样 我们说真的 我们这样 常常是一群人 走到森林区里面 大家就这样嘻嘻哈哈 这样子 自己紧紧紧紧紧 对 大家来享受这个环境 没有错 是 可是 某方面来讲 他反过来是说 如果你安静的话 其实你可以注意到 可能森林 那个风声吹过来 嗯 然后树木这样 婆娑的声音 嗯 然后可能就可以 可以开始注意到 周边可能有鸟叫 有虫鸣 嗯 还有 还有空气 这边的空气 对 跟别的地方不一样 你可以好好的 呼吸 嗯 对不对 那你如果在安静 那你觉得 周遭的这些生物 它可能对你没有警戒了 哦 它就会出来了 嗯 它就出来了 你可能就可以看得见 那你可能就比较融入 在这个环境里面 嗯 那再深一层呢 其实就有点像 冥想 在打托 是 所以其实你是 你就融在这个环境里面 被这个环境拥抱 所以你可能看得到 是心灵的自己 是一种 所以我们会在讲说 这是一个友善环境 嗯 然后可以修复身心 嗯 去练节自然的一个 一个方式 所以我们才会说 这种宁静步道 它其实是有点像 下一阶段一个新形态的 一个环境运动 哦 除了保护环境之外 其实你也在保护你自己 是 哦 对 对 它不只是 不只是 不只是这个表象 就是说我们去观光 去玩一玩 如果能够达到 刚刚这个 灌尾的境界 那种旅游境界 我觉得是一种 观自在 自我反省 然后这个 就是 收获很多 应该会有很多 不同的体悟 还有收获 对不对 对 所以 所以其实 有时候人家问我们 临近步道是什么 其实我们就是在说 其实你就是 可以放松自己 去享受自然 然后 让自己 其实不要那么的 焦虑 或是一直觉得 我一定要跟人家聊天 或是什么 给自己一点空间 是 那其实 大自然就会给你 一些回馈 好 那个 请问一下 那个 我们是全球第一条 那这个认证单位 是哪个单位 他们主要的使命 或是理想是什么 它其实是一个 国际的组织 叫做 Criot Parks International 安静公园 国际 安静 安静公园 对 那它其实 它很特殊 它其实是 有一个美国人 叫做 Golden Hepton 所发起的 那它其实 它也是一个 生态的一个 录音学者 专家 对 生态录音学者 那它在美国呢 对 它在美国 它其实 它也在推动 所谓的声音的保育 它其实是 我相信姚大哥 其实有听过 《极静的春天》 这本书嘛 那它其实 它其实在分享的是说 我们当我们 用了环境用药 那虽然说 看似这个农田 看似这片土地 好像都很正常 可是其实 它变得好安静 因为 这些环境用药 把背后的 这些生物都杀死了 昆虫啊 对不对 对啊 昆虫死了 接着鸟 也没了 然后所以 其实它是 一连串一连串 因为生态炼 毁掉了 对 所以就变成是说 我们 某方面来讲 我们很直观的 用视觉看到 这个森林被砍掉了 那它被破坏了 可是它听觉其实是我们在感官上面彼此比较弱势的一个大家比较容易忽略的一个感官 都是眼见为真 都是眼睛开始 所以变成是说 我们如果可以保护这边的声音 这边的声音如果说都很自在 那其实我们方面也保护了这边的环境 是 就是没有把那些 在这里居住的 不管是鸟 兽 或者是昆虫 都可以 都可以存活下来 对不对 大家尊重彼此共生的权利 对 所以它其实是 它这个国际宁静公园 它其实它就致力于在保护这些 就是这些自然环境的深井 所以它其实它在里面它就分为所谓的Quiet Urban Park 例如说它喜欢是一个一个都会的一个宁静公园 城市里的都会里的 对 那更难 或是Quiet Wild Park 或是野地的宁静公园 或是这种Quiet Trail 或是 或是那个安静的一个海洋 哦 海洋也算在里面了 其实海洋很吵 是吗 我们现在 对 海洋它其实它现在它里面的声音 其实也非常的吵杂 哦 所以它其实是 它其实是透过一种不同的方式 在推动这种保育 是 然后关心环境的一个方式 那像我们会讲说 其实像我们自己也知道说 像时不时新闻就会讲说 我住了这个大楼 那可能周边环境很吵 是 然后或是怎么样 就降低了我的住宿的一个品质 对没错 所以它其实它某方面来讲的话 它其实是透过说 其实你可以保护这个安静的声音 这个自然的声音 那其实就是这样 不要制造太多人为 或是去破坏的这些声音 然后来那个保护这样子 那所以它会有所谓的 那个宁静的都会公园 它其实是一个周遭社区民众的一个意识 是 他们愿意说 他们愿意说 我有点像说 我几点了我就起灯 或是什么 我就避免光害 那几点了我就降低了声音 然后什么 保护这边 让大家可以有个喘息的空间 所以他们其实是透过不同的面向 然后去推展这样子的一个运动 那全世界现在有多少的单位 因为零物局算公部门 对不对 但是这个国际组织 他们是透过什么样的方式 来给你们认证 是你寄书面 这个书面资料没有用 因为我要安静 我寄书面资料是感觉不到 或者说他派调查员 inspector来观察 来评鉴打分数 他是用什么样的方式 给了我们这么好的评价 成为世界第一 我们再进一段广告 待会来 来我们继续跟零物局 罗东邻区管理处 娱乐科的济世 陈冠伟 这个来聊全世界第一条的宁静步道 它就是太平山翠峰湖的环山步道 我们继续请这个冠伟 跟我们来分享解释之前 我插播一段这个口播 那这个口播是 爱心第二春文教基金会的征才 爱心第二春文教基金会的征才活动 由前监察院长王建轩 王建轩先生所创办的 爱心第二春的文教基金会 16年来带着花东偏乡地区 落后的国小国中生提供学习辅助 和课业辅导 所以这是一个公益的活动 目前爱基会集中台东的英文教育专研 欢迎有热忱的听众朋友加入 一起为台东经济的弱势 学习落后的孩子们 提供基础的英文能力 详细的资讯 可以上1111人力银行搜寻爱基会 这个再讲一遍 这个叫做爱心第二春的文教基金会 大家可以上1111人力银行搜寻 或是到news酒吧官方粉丝团来查询 我觉得做爱心 然后帮助弱势团体这件事情 是很重要的 好我们继续回来跟这个冠伟聊 这个太平山翠峰湖环山步道 我刚刚提出的问题是说 这个国际组织 Quilt Park International 对不对 我有没有讲错 没有 我要申请 还是他自己派员来调查 我觉得这个部分 可能就要先讲一点 那个前因的部分 好啊 就是说我们刚刚其实有提到说 这个Quilt Park International 他其实的创办人 其实是Golden Hampton 那他其实他是美国的生态学者 他也在保护声音 那他之前呢 他其实有出过一本书 叫做一平方英寸的几近 然后他有成立一个 一平方英寸几近的基金会 然后这个Quilt Park 其实就是那个的前身 就是说一平方英寸的基金会 是他的前身 先有那个基金会 是 那他这个是 其实这边就要讲回 那个自然笔记 主持人 范欣慧小姐的故事 就是他看了那个 一平方英寸的书 然后他知道说 那个Golden 他在保护这个声音地景 那他也觉得 因为他也一直在从 从事这些 自然申请的一个录音啊 然后保护环境的这个部分 所以他其实他受到一个 很大的启发 所以他就 2012年了 他就写信了 过去给Golden 然后就串起了两个人的故事 那那个一平方英寸呢 其实是指一颗 小小的许愿石 两公分 一个印第安酋长给Golden的 一个小小的一个黄色的石头 那他其实 他把那个石头呢 放在一个森林区 附满了苔藓的一个地方 那苔藓他其实是 就是我们知道苔藓 他其实是 他有一个吸水 然后有一种吸音的概念 有点潮湿 对 然后我走到这个环境里面 就好像就好像说 我就被一个吸音棉 或是什么 这样一个环境给包围 所以他还是一个 宁静的一个地方 那他 他就是在 从一颗石头 一个宁静的一个代表 默默的承受这个环境的变化 静静的看到一个石头 这样 那他就寄了 他就跟他通信 那结果Golden就邀请他说 你要不要也寄一颗你的石头过来 真的啊 那他得去找呢 清卫姐他自己手边也有一颗石头 真的啊 就在画脸的时候 脸剪的 然后他就寄过去了 然后Golden就真的把 他的石头 两个人的石头 一起再拿到他的 一平方英寸的代表的地方 然后拍了照片再寄回来 那所以其实也就启发了清卫姐说 他也想要去从事这个 声音环境保育推动的一个 一个意念这样子 那东西寄回来台湾之后 他其实他就开始在找说 那台湾有没有可以代表 这种寂静环境的一个地方 所以其实他 他当然是因为他之前有 有执行过领务局的一些计划 那所以他就最后 他就是跟我们 有罗东领馆处有了接洽 那我们也很支持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理念 所以他最后他其实就是在 吹风湖环山步道 因为他也刚好有一个太原区 然后刚好又很安静 所以就是说 他觉得 那他就从吹风湖环山步道 开始来推动台湾 保育声音的一个开端 OK 那他后来他也 就这个步道对不对 对对对对 就是这个步道 那其实地背都是一些胎险 那上面其实是 是红快岭这样子 胎险走起来会滑呢 我们其实不会走在胎险上 我们其实在那边是做一些架高的木栈道 就是这个 所以其实是民众 他就是希望民众走在木栈道上面 他就不用去 不用破坏 对 OK 那所以像清卫姐他这边他就成立了台湾深井协会 噢深井 深阴地井 对深阴地井 然后也是在保育这样子 然后我们后来在林伍局的一个经费的溢注下面 我们其实要在2018年邀请了Golden来台湾 噢他来过了 对 然后带他去 然后我们也带他去 我们就跟他讲说 我们其实也开始为声音在发声 是 就是在做这件事情 是 那 可是因为他其实是一种环境运动 那他又希望他其实是一个 是一个比较安静 好像是一个比较有 不是要一个很吵杂的 号召所有的人都来响应 所以其实我们其实是慢慢的在推动 要感受 要慢慢的感受 对 然后去说这个故事 去推动 然后我们不断的 像我这边就是 我们就会跟志工讲 然后我们会跟我们一些伙伴讲 然后会跟一些来这边玩的游客 或是一些那种旅行社的业者等等 我们就慢慢就跟他讲说 我们现在开始在推动这样的运动 那希望可以带领你的游客 你的一些可以去感受 换一个换一个角度来观察 来欣赏 来领悟这个世界 所以其实我们在那一年 GOLDEN来的那一年 2018 翠邦湖寒山步道 我们就宣布说 我们就是成立全台第一条 全台第一条宁静的 极境三境 极境三境 对 那所以就变成是说 那我们知道是说 隔年 GOLDEN他就成立了 Quio Park 2019年他就成立了Quio Park 那他是先看到我们的 对不对 其实是他知道说 清卉姐知道台湾在做这样子的努力 所以他其实也在清卉姐的努力下 他其实他把这个Quio Trail的第一个的位置 给了我们 哦好棒 对 那当然是说 我们刚刚有介绍说 有可能有很宁静的公园 宁静的步道 那在 在那个Quio Park 的 这个部分来讲 他当然有他的标准 是 对 那这些标准 当然是要 去申请 没有错 那目前在台湾来讲的话 其实是 就是我们就是透过 清卉姐 这边去协助 那他我们有讲到 他2012年开始跟Golden接触 2014年跟我们合作 其实我们就 我们就有一些 我们就做了一个长期的一个陪伴 像我们在那边就 做了一个三年的一个收音的一个 哇 收音三年 一个部分 对 我们每个小时收五分钟 然后全无休收了三年 那你们是怎么样在现场 架设一个自动的录音 架设一个自动录音机 他就每个小时会收声音 收声音 收声音这样子 哇 然后 对 然后我们就把这些基础资料留下来 那就我的概念上面来讲的话 其实当然是一个理念的一个推展 然后 然后再来当然是一些 未来 像清卉姐他就会讲说 未来其实他还会有一些 所谓的声音的课程 环境的课程 是 这些东西他也希望说可以 融入到 那个 就是 未来大家 这些小朋友的一个学程的一个概念里面 希望要推动 对 就慢慢去推动 那所以 我们其实就是一直努力在做这件事情 其实 冠伟你知不知道台湾有一个很有名的唱片公司 他是专门收集环境音乐的 有没有 然后你 你现在 现在有一些地方 有一些饭店啊什么 他们会在他们的电梯 或是一个公共的场域里面 刻意的播放这种所谓的环境音乐 然后其实 其实你听到的音乐是浅浅很浅 但是可以听到比较明显的是 虫鱼鸟兽 甚至吸水 甚至雨露的声音 很厉害 而且你整个人就会 你整个人自己也会 calm down 然后就会变得非常的安静 然后不会躁动 慢慢的享受 对不对 对 有一个唱片公司 他做这种 做了很久 我知道 你知道吗 因为其实我知道那个书店 其实都有他们的专柜 对 那很棒嘛 对不对 对 他很棒 那所以其实 我也讲一个笑话 像我们山上可以住宿 像太平津山庄 以前 那个山上的那个 要抢好不好 太平津山庄要用抢的好不好 这真的就 现在国旅真的比较盛行 所以 大爆发 对 所以山上的这种住宿 其实真的就是比较热门 嗯 那其实这样子啊 像有一次就是这样 民众他就 那个八九点 就打电话到柜台 早上 然后 晚上 晚上 他就说 他已经住进来了 可不可以请我们把声音关掉 这个是什么意思 环境音乐 环境 环境的声音 因为那边很多那个末世树啊 然后夏天来 然后又如果刚好遇到雨后 他们其实会挖鸣 一直叫 那是有点 他一直以为我们一直在放那个自然音 哦 怎么可能嘛 所以 所以 所以就是这样子啊 我们会觉得说 其实这是一种享受啦 嗯 你真的 犯着那个很自然的那个部分 其实你真的慢慢就是手碎了 哦 不会被挖的那个部分 像有时候 你在都会去 你可能就是 哎 突然一个那个摩托车 煞车 还是什么的声音 驚醒了 对 你可能 你可能就会稍微驚醒一下 其实就会不安稳 嗯 而且森林里面其实不会 哦 真的吗 哎哎 一百只青蛙牛蛙在那边叫 你是睡得着 我不行哦 我告诉你 我扛不住 哈哈哈哈 没有没有 我要跟你讲 他们其实 他们当然晚上会很热闹 可是等你真的要睡的时候 他们也是要睡觉的 是吗 真的啦 他们不会真的叫一整晚啊 是吗 他们还是会有休息的时候 真的 你知道 然后再来就是早晨的时候 又还会有一阵蛙鸣 这样 哦 蛙鸣 还有那种残鸣 有没有 对 那种频率 也是很独特的 对不对 对 到中海拔的声音 那个残鸣真的是 真的是很 交响乐 交响乐了 而且我老觉得他们在PK 你知道吗 就是说 就是说右边这一区的这个残鸣 然后旁边 旁边另外一个区的 就会韩扣 就会回应 是不是自然会真的有这个现象 会不会啊 因为 我老觉得是这样 其实是他们求偶的一个武器啊 哦 所以我当然你唱的很好 我要唱的比你更好 所以确实是在PK 是不是 确实是是 所以我觉得是在PK 哦 OKOK 那那就可以理解 那人家 人家要谈恋爱 我们就不能阻止人家了吗 对不对 对啊 哈哈哈 我们再进一段广告 待会再回来 来我们继续跟林务局 罗东邻区管理处 娱乐科的济世 陈冠伟 冠伟兄 来跟我们来介绍 这个全世界第一条的宁静步道 它其实位在台湾最 最大的高山湖泊的旁边啊 太平山 翠峰湖的环山步道 哇 那个全长大概四公里 对不对 我有没有讲错 全长 没有 没有错 是 沿途可以看到这 这是什么 我刚刚以为是森林 结果 结果冠伟讲不是 冠伟帮我们说一下 这是什么 其实它的 走到那个 极境山境的一个代表处啊 它其实是一个 太原区 太原区 那其实我们有讲说 它其实是一个 富满 苔藓的地方 那 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是我们 近照拍的那个苔藓的照片啊 那它比较像是 对 那苔藓的部分 其实我们一般来讲的话 其实就是 一般比较直觉就是 胎这个部分来讲 它就是比较平铺在 那个地背上的一个植物 那险呢 它就稍微会有一点点高度 那可是它就是合称啊 就是苔藓 苔藓这种 比较非维管树的一个 一个比较原始的一个植物的范层 苔藓是绝对的共生吗 不是吗 对不对 绝对的共生 没有 就是会一直都在一起 不是吗 苔是苔藓是险吗 有胎地方必有险吗 不是吗 不见得对不对 不见得 有时候我们可能会在树上 比较潮湿的树上 可能就会看到有一些胎在上面 对 对 就让那棵树的树干变成绿色的了 对不对 对对对 好像一个毯子一样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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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险就不是了 你就会觉得说它有一点厚度这样子 哦 这就是险 嗯 对对对 那其实我们走到森林里面啊 有时候其实我们就会想要抱抱大树啊 喔 或是感受一下那个摸摸那个苔藓 它就会有弹性 稍微压一下 它就会弹回来 这应该不可以吧 这有被鼓励吗 不行啦 我们其实我们当然是希望说 大家就是走在步道上 可是因为其实有时候你会遇到一些树 它就会有一些苔藓在上面 所以像我都会 我其实是摸摸树干上面的苔藓 不行 有的人是这样 看到那个树 如果一听导览人 这个树大概有六百年了 马上跪下来 对不对 马上双手合 会不会 没有啦 我开玩笑的 其实到山上的话 其实好几百年的大树 其实都很多 很多 其实我们 其实就是这样 我们都是在推 就是你要亲近自然 然后像 像之前我有听人家分享 就是说 我们也不要一直穿鞋子 然后 然后你有时候你可以赤脚 然后走在那个草地上 对了 真的 因为我们身上都会带一些电 所以就变成说 有一些不好的电 你就会被大地带走 释放给他 对 就释放给他这样子 这样不对吗 这样怎么可以 这样你自己的苦难 自己身上的电 要叫土地来承担 这样对吗 当然啦 其实大自然是我们的母亲 我们其实说真的 我们只要友善 大自然 大自然 其实会亏给我们的 其实更多 OK 这个环山步道里面 最精彩的地方在哪里 或说我们现在有没有 有没有什么 有什么机会 或有什么样的媒体 可以让我们 还没去就可以先预习 收听到 环山步道里面的声音 有没有地方 我们在我们的太平山的 官方网站上面 有一个几近三境的专区 是 那在那边介绍的 那个吹风湖环山步道 的网页的一开始 我们就有放了 太平山的代表的声音 直接就可以点击下去 是 那就可以聆听 那很有趣的是 范清威小姐 她也有推动一个 台湾声音地图 也在 也在上个月发表了 哦 她录制了台湾 好像50个地方 哦 那太平山也是其中之一 是 她那个声音地图点进去 有各地的 有城镇的 有山上的 有海边的 嗯 然后你就可以听到 那个那边的声音 像我上次有点 那个海洋的声音 是 那就也是很有趣这样子 海洋声音多了 海洋声音多了 你说惊涛拍案 也有声音嘛 对不对 没有 她是把那个录音器 到海底去 海底呀 对 哇 那就听到鱼在讲话了 对 呼噜呼噜的 对 他们有说 我看那个介绍 他是有说 好像是类似那种 哎 我有一点忘记 是鱼还是蟹那种 弹的声音 是哦 哦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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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咚咚 这样弹 你的意思 对 所以其实是 所以就是像这个 嗯 我就是怎么讲 大家不同 在不同领域的 大家这样子 嗯 大家都用过不同的方式 收入 在保护这块土地 嗯 收入 收入台湾的 各个地方的声音 这个东西是 而且它会随着这个 季节的变化 它会有不同的声音 甚至甚至随着 比如说像刚刚讲 森林 因为都市化程度 越来越严重 然后有些声音 可能就以后就听不到了 所以现在就是要把它 保留下来 传承 对不对 甚至是推动永续 不要去破坏它 对不对 它可以变成一个标准 对不对 是 嗯 就现在这个声音是这样 你不要过了 过两个月声音变了 那那得要查一下 到底怎么回事 对不对 对 好像医生拿着听诊器 在看我们的健康一样 对不对 对 有一点这个味道 嗯 没错 嗯 所以 这个 那你们 就是一方面维护 这里的生态 这个吹风湖 还有环山步道 甚至整个太平山的 生态环境 致力于保护 那还会 因为从旅游的角度 你们会不会推一些 不同的体验活动 来来带领游客 用用寓教娱乐的方法 来来来推动 你们想要推动的理念 嗯 其实这个部分我们都会一直有想要做这样子 那以我们目前来讲的话 我们比较 嗯 比较直接的部分是像我们在太平山 或是在各个国家森林游泳区都有所谓的国家森林志工 嗯 那那个志工其实就是我们在说故事 领务局在传承这些理念的第一线的老师 哦 ok 对那所以就像我刚刚讲的我们早期其实是邀请民众走进自然 是那现在是我们开始认识自然了之后 其实是下一步就是继续的保护自然了解自然 然后甚至是希望自然可以也可以修复我们 嗯 所以就也是说像森林疗愈啊 这种东西 其实就是领务局是下一个阶段一直在目前会在持续努力的一个部分 哦你这样一讲我想起来了我我年三十年前 收集一些这个资料因为我们报纸在写旅游嘛 然后我记得那个领务局离那个富航豆浆很近哈那栋楼对不对 对没错 对没错嘛 散导寺附近嘛哈 对不对 散导寺在对面嘛哈 对 然后我就会进那个大楼里面 诶请问一下警卫 那个娱乐科在哪里 因为你们有分很多部门嘛 那跟旅游比较有关的可能就你这个部门啊 就是对娱乐主 对然后我们会去收集一些地验 那个时候不像现在电脑那么方便 那个时候还要有DM 那DM大量的要印不同的主题 我们都要到那里搜集 对不对 没错哈 对不对 OK 好了听众朋友 我们节目时间呢 已经到了永远都不够 你要花更多的时间来关心台湾这片土地啊 其实这片土地里面有很多世界之最了 像我们今天 今天讲的全条全全球第一条宁静步道 就在太平山翠峰湖的环山步道 听完了刚刚这个陈冠伟记事啊 他是灵物局罗东区 罗东灵区管理处的娱乐科的记事 他跟我们来介绍 那我觉得了 这个只是第一课 真正的要深度的领略 还是你自己跑一趟到那个地方去感受 大自然的美妙 今天非常谢谢冠伟的时间 然后还有最重要的 谢谢他跟我们的解说 听众朋友 相关的资讯呢 我相信你到灵物局的网站 然后打一些关键字 比如说太平山 翠峰湖 环山步道 宁静步道等等 都可以找到相关的资料 谢谢冠伟跟我们连线 下次有机会 再来跟我们连线 来介绍别的地方 好不好 好的 没问题 谢谢冠伟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